这衣服也太美了 我好喜欢 那你还生气吗 讨厌 明知故问 讨厌我是你的事 但不妨碍我喜欢你 你又要搞 喜欢什么布料 什么颜色 什么款式 随便调 多做几套也无妨 就当作是我给你的赔礼 赔礼 没错 女孩子生气的时候 无非就是想要一些好处 一套衣服不够 那我们做两套 再多做几套好看的首饰 也无妨 又是簪子 又是新衣裳 这么大手笔 你哪来的银两啊 这是我卖身换来的钱 所以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你就原谅我吧 卖身 卖给谁了 醉生哥的老板娘吗 走 找他去 不是 上次你去醉生哥卖艺 我就觉得不妥 这次你倒好 老是自作主张 把钱还回去 我再不要什么新衣裳 你听我说吗 不是醉生哥老板娘 是裴盈莹给我的 裴盈莹 这和裴盈莹说的场面 不太一样了 我怎么看起来更生气了 裴盈莹给我银子是因为 既然你已经卖身给了裴盈莹 那就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 不要产生什么误会 虽然我的医馆没了 留你一个药童在身边确实不同 但是你倒是机灵啊 这么快就给自己找了新东家 好 那我就祝你们长长久久 不是 怎么就长长久久了 依依 你听我 又搞砸了 你到底说什么了 这 他 他就问我这银子是哪来的 我就说是你给我的 我不是卖身给你了吗 说要去你们家衙门打点兵去了 你是不是最后一句话 都没来得及说呢 他就生气走了 你怎么知道 你说你这个离魂症 是不是会让你的两个脑子 缺平均值啊 你怎么现在连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都不该说 你都不知道了呀 还有迂回的余地不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走 你别看了 这让能行吗 星光 草地 佳肴 没酒 绝对没问题 我要是一会儿 我分分钟挡你怀里 你确定 反正我已经在依华的房间里留了字条 以她的性格 肯定会去看个究竟 上上月亮 上上萤火冲 再小灼亮 岂不是美在 到时候你就听我的信号 从天而降 给她一个惊喜 不过你一定要记着 不管是男人还是你 都喜欢有情调的 风度 风度很重 吃吧 你别碰她 裴盈盈 我等你信号等到大半夜 你靠不靠谱啊 你看看她现在的样子 能听得进去你说话吗 孙哥哥 走 走 你带裴盈盈回去 我去电影和 我来陪一会儿 那怎么能行 都醉成这样了 我来陪一会儿 你忍了 走 烟火虫 不要回家 烟火虫 不 一火虫 你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回家啊 回什么家 哪还有家 云归那家伙 输到我的宅子 还忘恩负义 可我当初 供他吃供他喝 还替他给那个罗伊年还债 可他呢 转头就勾搭上了裴盈盈 我 我跟你说 我要是见到他 我就 让开 我就 我就用这个狠狠皱她的脸 我在这 你说 你跟裴盈盈到底是什么关系 埋身前又是怎么回事 算了 我不停 我不要停 好 就算你们是 钱债肉长的话 都算起来 是不是欠我的骨 那裴盈盈应该排在我后面 是 是 还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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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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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需要放我 那我给你改本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